西冰公路林口路段凌晨4点27分 发生一起汽车撞脚踏车的死亡车祸 画面中肇事银色小轿车双黄灯狂闪 整个车头撞毁保险感消失无踪 从叶子板到车门变形成波浪状 挡风玻璃也碎成蜘蛛网 内部机箭和电线外露 被撞击的脚踏车喷飞到好几公尺外的草丛 整个车架扭曲卷成一团 骑士的装备也散落在路边 场面触目惊心 撞击当下发生的巨响 更是把附近居民吓了一跳赶紧报警 有啊 有听到撞起身 全家人都跑出来看 遭撞死的32岁菲律宾急脚踏车骑士 清晨要骑车前往新北十八里区的 廖天丁庙参加自行车赛 没想到经过西冰公路时 遭轿车从后方高速冲撞 当场喷飞倒地 夸张的是 肇事驾驶竟然没有留下来处理 还不顾伤者汽车逃逸 警校到场时 骑士已经倒在血迫中 失去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急救后仍旧宣告不治 警方以掉月沿路监视器 厘清事故原因 全力追查赵涛驾驶 在煮饭的时候 我就使用过这个海皇XO干贝酱 还有多到这个十几道的 这个严谨的工序 里头呢会有严选的大干贝 要有珍珠包跟石斑鱼的非力入降 现在购买 记得快点购 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